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 107全年度大学繁星推荐今天放榜 新北市学校的录取人数包办全国前三名 其中新北高中录取103人为录取人数全国最多的学校 私立横溢高中录取102人位居第二 林口高中录取100人拿下第三名 其中林口及横溢高中更是蝉联上榜表现亮眼 新北市教育局指出 107全年度大学繁星推荐招生由68所大学联合办理 今年有16993个名额 新北市公司立高中共计47校 有2432名学生录取 录取率超过六成 创新高 教育局表示 今年2432位录取学生中 982人录取国立大学 比去年增加46人 且超过八成的录取学生 是三年前选择在地就学的新北市国中毕业生 显见在地就学政策获得极佳成果 连续两年都在全国前十名名单中的林口高中校长高百灵就提到 落实在地就学 减少通勤时间 善用学习资源 成就个人梦想 是今年林口高中繁星录取同学的共同写照 像是录取台湾大学动物科学系的温瑞奇 因家里羊猫猫狗狗让他从小就喜欢动物原本活中会考成绩可以录取通勤来回要二小时的板桥高中 但最后选择走路十分钟就可到的林口高中 温瑞奇说 坚审通勤耗费的时间与金钱反而多了灵活运用的时间 还能活跃参与社团活动 考取成功大学奠基工程学系的林明照 同样也是林口在地的孩子 选择就进读书完全没补习的林明照 说自己在考前勤家练习不擅长的科目 平时课后也会再腾写笔记 抄下比较容易忘记的部分 严格要求自己完成每天进度